五个大伯爷 我们2024年马来西亚见吧 长长29年 2024年 肯定会好 你不要说马来西亚 这个 从车厂 给它切换到哈尔滨 你那车厂马进去扫一下 铁子扫一下 这个毛好护啊 这个 这是啥来点 这是狐狸吧 这是狐狸 它不怕冷 对 耶 哈尔滨的中央大街 非常的热闹 人非常的多 很多南方的小筋豆 你也是 南方的小筋豆 是小土豆 索贝啊 大焦糖 我们终于来了 超级多人 这是肥兽小鸡胶的 这是瘦肉的 这是瘦肉的 已经干净熟了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大脸的 欢迎你到哈尔滨来 接浴广场 看铁人 留下美好的人像 我想问一下 为啥要给它推倒 很简单的 话说讲话的 这里游客不是都是大人 有小孩子 小孩子你从这一副帮 吊下来不给人打坏了 谁能护车 家家小孩子都是皇上 都是皇上 拿的这个就叫冰条 哇好长的 我们两个来到了这个音乐广场的这个大雪人这边 哎呀妈呀 这游米就来你呀 游米 又有游又有米 好啊 还一会 哎呀 哎呀个屁 杀你是不是啊 哎呀妈呀 我真没用见你 你怎么一样没变样的 我还那么漂亮 胖那样子啊 哎呦我 我姐妹 唱唱 下次再见啥时候了 我又去马来西亚找你了 也必须了 等你了 唱歌 谁要点跳吧 你拿好了 你能回去吧 哎呦我来送上来的 完了你们不是要是哈尔米了吗 能把玩背的 哎呦我天 这家伙 你这姜的怎么不行 这个是放的拿的吧 对 这是我的好姐妹们 对 还有这个是给游米 谢谢 妈妈 谢谢 不谢 真棒 从来没请过别人 是吧 大吉大利 那个带我儿呢 谢谢啊 哎妈呀 我车也一样 哎呦我天呐 我车也一会儿 暖宝宝 这超级先回车里去 我去 看送二丁 来个人 我都想找你 好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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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喝大杯 我们2024年马来西亚店吧 长长29年 有点是2024年 年纪会吗 2024年 还有这小哥们 哎呀 多个小时 六个小时 那更开车点 对 上车了吗 剪票了啊 飞了 剪票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莉莉 这是我和我先生坐上去哈尔滨的客车上面 今天呢是大年出山 也是我在我的家乡柳河最后的一天 今天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呢坐车要去哈尔滨 从我的家乡柳河坐车去哈尔滨呢全程大概六个小时左右 但实际呢由于堵车的原因我们坐了八个多小时我们才到了哈尔滨 我们从早上的十点钟左右 一直坐车 到达哈尔滨呢已经是傍晚了 天都快黑了 我们到哈尔滨呢 我们到哈尔滨呢 现在等车去酒店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 这师傅服务太好了 帮我们拿行李 谢谢啊 感谢 谢谢 真好 拜拜 一路平安 我们呢 我们呢刚刚吃完东西 然后现在已经来到了哈尔滨 等一下要去哪里啊 应该去中央大街 OK 这真的是雪人哎 那是什么啊 他的毛好护啊 这是啥来点 这是狐狸吗 嗯就是狐狸 我们现在要坐地铁 哇 这要是哪行的 我们的车马上就来了 我们现在是在凯胜园罗友厂 然后我们现在去中央大街 我和我先生单晚到哈尔滨之后呢 我们就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 我们就去哈尔滨非常有低标性的一条大街 中央大街 来到哈尔滨 来到哈尔滨呢 首信是一定要买的 最具特色的呢 就是哈尔滨的红肠 这啥来的呀 我的最爱的香肠 哈尔滨的红肠 这个在哈尔滨是必须买的一个首信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大理 来到中央大街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人非常非常的多 夜晚的中央大街非常非常的漂亮 在漂亮的灯饰装饰下 中央大街也有一番美丽 三十九块八一斤 一家大约一斤吧 六十来份 这是什么呀 套娃 葡萄茄子 这是俄罗斯的糖 哇 这道马蒂尔冰棍呢 是最多人排队最久的 一天卖一万五千克 马蒂尔冰棍 刚才好多人 其实走在这个 面貌砖上还蛮滑的 今天就学游了 来中央大街游玩的一些游客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今年哈尔滨是在中国 比较火的一个地方 来哈尔滨的南方朋友 和国外的一些友人 也是非常多的 五套夹子 这样的 可吗 我是这样的 我叫他就换一下 享有美称 哈尔滨第一街 著名的中央大街 在这里能够体现出 小巴黎的内涵风韵 中央大街是属于 哈尔滨的一条繁华的老街 受保护的街道 最佳的步行街 格瓦斯排队啊 中央大街的游局 这个是百年那时 走到索菲亚大教堂 太累了 哇 好多拍照的 走了几个小时 来到这里如何 不来后悔 来了更多回 超多人 现在这里已经成了 网红打卡地和拍照地了 全部都是这些 卡通人 卡通人物 来拍照的 索贝啊 大教堂 终于来了 超级多人 是不是老高 我们走了大概要两个小时 因为我们走了中央大街 走到最后呢 走到树花江 然后问人呢 他告诉我们是在 西十二街 然后走出来 才有这个 索菲亚大教堂 教堂是很美人 特别多 都是直播的 是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 嗨 大家好 我是莉莉 今天我和我先生要去那个 音乐广场 大雪人 对 音乐广场大雪人 欢迎你到哈尔滨来 谢谢师傅 到音乐广场看雪人 纽约你在此留下美好的印象 冰雕得去那哪 去江北 江北啊 江北 或者是到那个赵林沟园 哦 这两个 那我们在音乐广场呢 离哪个近呢 赵林沟园 赵林沟园 看冰雕 我们那个冰雕 想看冰雕的 想欣赏艺术 就像这个帅哥 你先凭我大 我就要老帅哥 老帅哥 太逗了 外国人啊 对 他是马来西亚人 哎呀 马来西亚人 那你说话咱 咱这么好呢 被我童话了 哦 我们去去赵林公园 师傅咱去赵林公园 是吗 好的 你们说了啥 师傅您归姓 我免归姓 郑 对 郑和的郑吗 哎 郑和的 对头 对头 可是师傅太逗了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我们的祖先 原本和我先生要去冰雪大世界的 但是我们到了哈尔滨当天 冰雪大世界就已经闭源了 因为天气的原因 气温比较暖和 冰雪大世界的一些冰雕呢 已经开始融化了 为了安全起见呢 冰雪大世界必源了 在郑师傅的指引下 我和我先生来到了赵林公园 我们那个来的这个地方呢 叫赵林公园 它这里呢是冰雪冰雕的一个起源地 然后这里的冰雕呢也非常的多 我们来的天气比较暖和 所以不会很冷 这冰雕好多都已经融化了 你能看出这个是什么吗 这里呢来参观全部都是免费的 所以人很多 其实看冰雕最好呢 就是晚上看 它在灯光的打照下呢 那个冰雕的立体感特别明显 这都已经融化了 哈喽哥 你摸一下 已经开始融了 加点可乐 就很好喝 哇 完了 我刚才在这里转了 太危险了 哇 哇 这个 母航买的冰雕红的 母航的冰雕红的 很危险 赵林公园是在1906年开始建筑的 其实赵林公园是叫道里公园 在1946年 道里公园更名为赵林公园 那里面都是比赛的那些作品 但已经开始融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个冰雪大世界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呢 两三个月 因为你天气一暖了 它就融了 温馨提醒一下 如果要是天气比较暖和的话 走路呢 最好还是离这些冰雕远一点 因为这些冰雕呢 承受力 撑不住呢 它就会碎掉 然后就会摔下来 也是蛮危险的 你说这是什么 这个是倒下的艺术 倒下的艺术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两个今天跟郑师傅 聊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他把我们送到了这个赵林公园 然后来看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园的主人的一个墓碑 是在那个方向 对 对 李赵林好像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公园 赵林公园是哈尔滨市百年老公园了 解放后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英雄 李赵林将军才改名为现在的赵林公园 李赵林将军安葬在此 赵林公园与美丽的松花江格道相望 如今的赵林公园已经成为一年一度 哈尔滨冰灯游园会举办之地 每年的1月5日开始一直延续到2月末 冰灯艺术年年都有新的变化 被人们称之为永不复活的童话 这个呢就是雪雕了 就不是冰雕了 对不对 这个是老鼠 小兔子 这里呢就是玩那个滑冰车的 小孩子玩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危险了 他就给他推倒 我想问一下为啥要给他推倒 很简单呢 话说讲话呢 这里游客不是都是大人吗 对 有小孩子 小孩子你从这一步 帮掉下来不给人打坏了 谁能护折啊 所以是金鸟就是安全 这不宁愿像 我叫鞠 鞠哈 就是让永可走一走的 啊 打坏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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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是这个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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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合法的回 这这这这这回你们 为什么要给他推啊 嗯 行了 像那些现在篮子啊 啊 啊 就人工推不了了 明白了 谢谢啊 这是我的景区啊 各里各的景区范围 对 要党了安全 小孩来 放心啊 好 你是我领导你也放心了 你看都倒了 砸不着人了 对 谢谢啊 哎 谢谢 谢谢 我们走在这个雪地上 感觉如何 像不像走在沙滩上 这是东北的特色冰糖葫芦 现在有鸡爪子 哦 我捏了 有螃蟹 啊 棉花糖 胡椒 胡椒 哇 你你对哪个有食欲 这还有辣条 我的天啊 我捏了 我捏了 你别黏了 对 再吃过这天 哎呀 哈哈 还挺好看的 挺有特色的 还挺好看的 德国领事馆 旧址 这里是 哪里啊 那写的 哦 旧址 对 那检查一回首 咱就可以走吧 再等吃饭 广市的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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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的还挺好 臭的还挺好 啊 原来在这儿 吃饭 我们两个来到了这个音乐广场的这个大雪人这边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要去走一走 后面这里是宋巴价 对 宋 River 去看一下 啊 哈尔滨的宋 River 不是冰城的 没有这里没有人提拼 或者是 后面很大雪人 对了 看一下 宋巴价 看一下什么 送花椒 松利的 哈尔滨值得一提的是 2025年 哈尔滨市 将举行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在2025年的2月7日至2月14日 在哈尔滨市举办 这也是哈尔滨第二次 中国第三次举办该赛事 2025年 第九届亚东会的吉祥物是 冰冰和妮妮 超大的大雪人 他跟我对比一下 我知道他呢 下面的你坐这边 我眼前这边呢 就是松花江了 然后前面那个摩天轮那个地方呢 就是冰雪大世界 这条江非常的长 亚东会官方特有商品 全品全店鲜货能央 今天呢 是我和我先生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天 然后明天呢 我们要去东北三省的 辽宁省 明天我们要去沈阳了 沈阳呢 其实也有我家人在那边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 你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好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